而進一波就要帶你來看到 這是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結束了環島拼字活動之後 是持續來衝刺陸戰的 包括昨天下午呢 就來到嵩山的靖安宮來參加 不過面對萬里老家的違建風波延燒 其實賴辦也出示了戶口名簿 要證明賴清德老家 在過去確實有過一次的門牌枕邊 而當時地幕呢 是為中福路31-2號 後來是因為門牌枕邊就改為84號 而其實當地附近的老鄰居 也紛紛幫忙說話了 要證實賴清德的萬里老家 並不是信奸 一聲聲總統好 讓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笑開懷 結束環島拼字活動隔天 賴清德陸戰腳步不停歇 合體自家立委候選人許淑華 到嵩山靜安宮拜廟 不只祈求國泰民安 賴清德也想盡快平息 萬里老家為見爭議 近半秀出賴清德老家的戶口名簿 裡頭除了清楚載明 原護長賴清德爸爸賴朝金 民國49年曠災離世 因此將護長改為母親賴同好 其中一欄揭露門牌就有明確記載 民國60年從中福路30號-2 整編為現在的地址 中福路84號 鄰居也都說賴清德老家 從頭到尾都在原地 不只替賴清德喊冤 萬里礦區居民24號發出給社會的一封信 內容寫下為了選舉 政黨媒體把我們貼上標籤 扭曲礦工家庭的房子 不只是消費我們幾十年的委屈 更是再一次糟蹋我們 更感嘆新北市府在商口撒爺 你們到底要把我們逼到哪裡 字字句句道境委屈 老家鄰里大力相挺 國土管理署則強調 廢礦區建物合法轉型 早有潛力 遺憾新北市沒有通案 也擬具體對策 記者廖凱成 歡迎新SNG小組採訪報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